欸我說實話我過年到現在我都沒有打開過這個遊戲 就是從1月12號那天再往前一點 再往前一點時間就沒有打開這個遊戲 我好像有上限一天還兩天 然後上限領個東西就先下了 啊這個特性是什麼啊 沒辦法從這邊看特性嗎 起步立刻獲得23%集氣 而且35秒內每秒自動集氣3% 這寵有料嗎 雙特性喔 喔我想說下面這條看起來只是比貪狼厲害一點而已 想說有料在哪裡 想說這是什麼廢種 新機甲比其他機甲更會跑 新機甲比其他機甲更會跑 那台好醜欸 而且還沒天速車 35秒內6.5 然後氮氣動力24% 超強欸 可是氣稍微少了一點點 啊這個是多少錢 這個看起來也是要...也是要多少錢 它應該是套餐流吧 OMG 買寵物送廢物 哈哈哈哈 馬上拜託一下 主播覺得這是獅子還是狗 獅子狗啦 有點過分了啊 有點過分了 幾年啊這遊戲 機甲加皮膚就要6萬磚了 蛤?機甲加皮膚要6萬磚 有這麼多嗎 一個機甲加一個皮膚要6萬磚 皮膚有7階 皮膚在哪裡 OMG 然後全新上下車動作 是打人還是開車啊 身為一個賽車手 手上拿一個機槍是合理的吧 喔... 中階模型 喔... 喔... 打人還是開車啊 喔... 20%對戰經驗加成 你這年也敢拿出來升階 五年了 你給20%經驗加成 驚呆了 驚到我的後音了 對局禮盒掉落 高階模型loading框 中階模型這個藍色的 高階呢 笨紅色的 高階就是笨紅色的 然後 特殊房間進場動畫 喔... 所以全部都要6萬磚喔 真的是當人家自撞耶 騰訊賺翻了 騰訊賺翻了 並沒有啊 這東西買單的人不多啊 他不出這些東西 實際上 會抽的人還是會抽 不會抽的人還是不會抽 但是 他那些東西 我覺得 你要設計出來給人家花錢 那至少你要設計的就是 讓人家花錢 就是花了然後有回饋 我是覺得 至少你要讓人家花的 有點感覺吧 要不然你多弄一些皮膚也好啊 對不對 多弄一些皮膚也好啊 我這皮膚不是全抽了嗎 對不對 我有在開嗎 沒有啊 那比對戰經驗20%好嗎 我不是也全抽了嗎 這台我有在開嗎 沒有啊 除了這個 除了這個抄襲盤之外 這個曲棍球又醜又難看 難看跟醜好像差不多 又醜又盤 之外這四個我全買了啊 雖然有一部分是為了拍影片 但那個影片不會回本 我說實話 這拍爽了 但我就沒有覺得 就沒有覺得想抽的念頭 我本來想說新年新活動 開心上線 跟大家一起 開箱看一下這個遊戲 我好像不應該上線了 哪裡怪怪的 悟空沒買 那是因為我覺得悟空那皮膚沒料啊 這遊戲是我的回憶 但這遊戲是我的回憶啊 我覺得回憶戰很重要的一部分 就跟那個最初的感動一樣 也是坑了我不好錢 通常什麼感動的都特別貴 回憶就是都錢 先跑兩場吧 先跑兩場排位看一下 辣麼久沒上 沒有啊 我覺得他 他要送他也送好一點吧 就例如說 直接來個超級優惠大禮包 然後 直接把綁的那個 直接什麼 X連賽車款 什麼三選一 自選包 直接給他丟進去 對不對 會抽機甲的人 在意那個連賽車嗎 對不對 買機甲送連賽車 能不賺嗎 會買機甲的連賽車有缺嗎 但是你可以 你可以讓 讓什麼 讓原本沒有那台 的人想說 哇賽他有一台 機甲了欸 然後他買一個連賽車 送的 對吧 阿他會開那個連賽車嗎 不會嘛 因為他已經買機甲了 是不是 看起來很賺 實際上 也沒有賺嘛 但是這是一種 心理上的一個安慰 一個爽感 有沒有 這行銷策略 早就說了 是不是應該 讓我參與一下那個 策劃的部分 活動策劃的部分 可以參考一下玩家意見 對不對 實際上他以為他賺到了 但是他是虧爛 但是他獲得心理上滿足 同時你又賺到錢 對不對 阿他平常沒事 還可以拿出來開一下 阿 真的有的 已經有的人 對不對 你可以把那個車 按下去說他可能會變成別的阿 對不對 例如說他可以反 他可以反饋 反還三千鑽石之類的 對不對 對不對 他抽中了 在反還三千鑽石 這套鹽根本沒差阿 對不對 他錢已經花了 鑽石已經在裡面了 又讓你們學到了一個 S聯賽 自選系列 你還可以讓那些 想要拿之前沒有拿到的S聯賽車的人 又拿又回去拿了一輛 想要開新的S聯賽車的人 又因為抽機甲 花錢 荷包賺寶寶 新機甲銷量也好 多棒 一舉兩個 結果他搞這個什麼七階的 你要抽嗎 出好看的 抽的人那麼少 反還科技點 抽的慾望太低了阿 當然是反還鑽石阿 阿不是他都已經有車了 你反還鑽石給他會怎麼樣 一台機甲兩萬塊 你反還三千給他又怎麼樣了 對不對 你頂多給他打個八折而已 對不對 人家平常一台車八九千鑽都在抽了 阿如果真的他全部S聯賽車都有了 那他已經 他已經讓你賺爛了 你會在乎那三千鑽嗎 你會在乎那三千鑽嗎 阿阿這個 忘記怎麼跑了 一二三四 相較之下傳說的亥也還會提 不是傳說那個皮膚有抽跟沒抽都是抽爽 現在這個是會影響遊戲強度的 現在這個是會影響遊戲強度的 表示傳說的覺得有一隻S級的角色要花一萬塊才能抽到 你看那遊戲會不會被幹死 一隻S級都沒按到 我這個操作 好玩喔 皮膚不能拿來跟那個做對比 皮膚這種東西就抽爽了 好懷念剛出剃刀就夠了 其實當初剃刀就夠了 只是因為大家實地都還很爛 那時候 那時候你必須要有一台黑夜傳說 不然你就需要有一台安卓手機喔 有安卓手機 操作得當 成績限快兩秒 快速出彎附帶ECU喔 那很厲害耶 但那個遊戲體驗也是差到不行 車子飛來飛去的 哇 沒斷兩道 那時候也是一個 世代的經典 怎麼會有這個圖 啊 我在鑽石場啊 我十幾天沒開的耶 兔年 兔年耍配耍到兔耶 現在怎麼可能會有人 哇 有CW 好醜 好醜CW 喔 最經典的 拉這個WCW 哈哈 好醜 哈哈哈哈 主播這麼久沒上了 可以連兩場一技絕城嗎 還刷新了新紀錄 這個操作 666 快一個月沒上了 還可以突破新紀錄 機甲要你花錢花到兔怎麼辦 不要花就不會兔啦 你去查那個安卓喔 我有一部影片啊 他這個圖要噴射ECU 好 喔 哈哈 哈哈 哇哇 這機甲動力好快 欸 像這樣子看起來 序列真的是最 最保值的一台車耶 序列真的是最 最保值的一台車耶 我敢保證 喔 不是序列 是那個 原級 原級真的是最保值的一台車 我敢保證 當初騰訊做這個 原級之星的時候 他一定沒有想到這個車 會長這樣 他一定沒有想到 他現在完全沒有後路耶 這車到現在應該還是 還是很多圖的紀錄吧